哎呀我求你不要鬧了好不好 咱們有事回家說回家 王輝你搞搞清楚好不好 現在是你不回家還是我不回家 這段時間工期太緊張了 我得盯著你盯著 你姓鄭還是姓郭呀就你盯著 你現在已經不是跟單元了 你是總監理 這批單子我簽了字的我有責任 對你有責任都是你的責任 上個月開會的時候被罵到流血淋頭的 不還是你嗎 那上個月本來就是我的錯 你不攔這麼多責任 你能犯錯嗎 那舅媽她也是讓我想盡快的熟 舅媽舅媽就是舅媽 她又不是你親媽 就算你拿人家當親媽 人家拿你的親兒子嘛 人家親兒子 現在昨天在外面摟著女朋友在哪兒小羊快活呢 你呢你 啊 肯定是這場裡有場妹 在等著你快活笑呀吧 所以你才不回家 你別亂說了 你知道我不是那種人 也是啊 你沒錢沒地位 人家憑什麼跟你啊 也只有我這麼傻 當初信了你的話 還以為你會接你舅媽的班 結果呢 人家親兒子一來就做辦公室 你呢 準備在這個場裡鼓咖喊的 人家天上掉下瓶 別說了 舅媽可從來沒說過讓我接班的話 我求你了啊 你回家好不好 我保證今天我一定回家 不用了 小龜 小龜 來了 我弄廢 周叔 幹什麼呢這麼 我剛才這裡有點亂報為他周叔 哎呀 周叔 你找我什麼事啊 哦 鄭總到場裡來了 叫你過去他 啊行那我馬上過去 周叔 那你先忙工作 我就回家等你 有事求你啊 好 我 鄭總 好吧你就坐這裡去做 好的鄭總 鄭總 杭州那批貨 現在情況有點複雜 小輝 我不要聽你解釋 我只問你 杭州這批貨 你能夠保證 按照合約 如期發貨嗎 如果工人返廠到位 物流轉正常的話 就可以 如果 我要的是保證 我知道了鄭總 我盡快聯繫 盡快 馬上 好的鄭總 小輝啊 不是舅媽一直要說你 你不是今天第一天來上班 你是從銷售跟班一步步做來的 怎麼連再點溝通的問題你都解決不了 我看呢 關鍵是你自己對自己要求不高 對不起舅媽 劉雲今天來了 啊 他就路過來看看我 他又跟你鬧了 沒有沒有 他本來還跟我說要來看看您的 我沒讓他來 小輝啊 小輝啊 長大成人了 要立業 劉雲應該理解你的 他怎麼就 您放心吧 舅媽 他挺挺體諒我的 你啊 對你放心 你弟弟啊 你弟弟啊 有你一半聽話 你我也就沒這麼累了 弟弟還小嗎 還小 都大學畢業了 算了 我也不想說他了 小輝 你是舅媽看著長大的 舅媽對你給予很大的厚望 你可不要像你弟弟一樣 讓舅媽失望啊 舅媽 我一定努力 走吧 去看看你現在的工作情況 王輝的父母早逝 由舅媽正敏 撫養長大 兩人親如母子 正敏自己還有一個兒子郭月 但郭月的事業心 卻不在母親的企業上 這讓正敏很頭痛 也就讓他有了讓王輝接班的意思 但兒子總歸是要面臨社會的 所以正敏對郭月始終放心不下 阿姨 郭月 你真的不能聽媽媽的話 好好在公司學習以後 再出去創業好嗎 媽 您都已經把輝哥給拴住了 為什麼還非要拴住我呢 我都說過了 我對您的公司和工廠沒有一點興趣 我不是非逼著你到公司來接班 我是讓你了解一下公司是怎麼運作的 要不然你貿然出去創業也是會吃虧的 我們這個新媒體跟你們這種企業是不一樣的 所以 你認為你那個新媒體就很有前途嗎 媽媽已經跟你分析過了 在我們這個城市 新媒體帳號就有二十多萬個 你沒有走在他們的前面 你現在貌然進去 會很難的 再苦再累我都認了 你認 他能認嗎 你們只是一腔熱血 你可想好了 你現在的積蓄能夠讓你折騰多久 你今天要走出這個大門 我不會再給你一點點的支柱 你可想好了 我知道 媽媽說到做到 我也是 我不但不需要你的幫忙 我也不需要其他任何人的幫忙 我已經成年了 我能獨立生活 獨立生活 兒子 你真的以為他能跟你吃苦嗎 他的成長環境跟你不一樣 他們家就他一個人讀了書出來 全都指望著他呢 你問問他 阿姨 我會處理好我和家人關係 我會 這就不需要你操心了 我們會自行處理好的 郭月 你別把事情想得太簡單了 你們門不當戶不對的 你真想娶一個像劉雲那樣的老婆嗎 媽媽把公司的位置給你留著 可是給你的時間並不多 我沒什麼好考慮的 李睿跟嫂子不一樣 我們會一起證明給你看的 我的選擇沒有錯 她很好 你真的了解嫂子嗎 你真的了解王輝哥嗎 但凡所有的事情 沒有按照你的計劃進行下去 你都會認定他是錯的 媽 輝哥雖然不是您親身的 但是他跟我親哥沒有任何區別 你把公司交給他 是最正確的選擇 可他呢 在工廠忙活了十年 這是個婆娘 誒 你不是說他舅媽當他接班嗎 這兩年我算是看明白了 他呀就只是他舅媽養的一顆便宜喜子 證明早就看穿了劉雲心數不正 所以一直都在疏遠他 並且提醒了王輝 讓劉雲心存不滿 所以也就打算另起爐灶 整垮王輝 撈得一筆好處費 我們王經理怎麼今天想著回家了呀 您不是一直以炒作為家嗎 沒有跟你說的 沒有 你有什麼話就不能跟我說清楚嗎 非得讓我追著你問 這麼多天沒回來了 你也沒什麼跟我說的 老婆 對不起 先生你今天在場子裡給我留面子 不用謝 你得記著 咱們倆才是一家人 我知道 知道個屁 我看你眼裡啊 只有你那舅媽 我和我家人 你根本沒放在心上過 我發我怎麼能不放在心上呢 我這不然寻思 等這個工心忙完了 跟你啊到你媽那去 看我看我呢 算了吧 我媽現在連我都不想見 可別說你了 這 怎麼了 還不是因為我弟弟劉雅的事 上次讓你給他找工作 你找了嗎 後來我媽問我 我還不是能說你太忙了 我連面都見不著 我能怎麼辦 你到底給不給他找工作 你要不著 我也沒臉回家了 這 劉洋想找我啥樣工作啊 這辛苦才磨練人呢 我問問啊 這樣我明天去跟我舅媽說一聲 怎麼又是你舅媽 你現在不是銷售經理了嗎 跟單員和銷售員不都歸你管嗎 你一句話的事 你就讓他跟著你幹呗 可是這人事的事我也做不了主 你老跟他商量你還不是做不了主 你忘了 當初我想跟你進場子 他都死活不同意 你現在再去跟他商量 你不是找阿嬤嗎 哎呀你就讓他跟著你幹吧 咱先不走人事啊 不走人事 劉洋能願意嗎 這待遇還是差很多的 有你的他吃不了虧啊 嗯 再說了萬一以後他幹好了 做的還行 業績也上去了 那個你再跟舅媽提走人事的事情 不也好辦嗎 哎呀我都替你想好了 你想啊現在場子裡 都是舅媽培養出來的老人 你做什麼事情就有人盯著你 還有你的弟弟也進場子了 你不得培養一下自己手底下的人 你就當是給舅媽分擔一下 你看他的年紀也大了 老往場子裡跑多累是不是 嗯 嗯 行吧 那就先跟著我跑銷售 我安排人帶他 行 哎呀老公 你真好 看在你今天表現好的份上 我就不追究你這幾天沒回家了 嗯嗯嗯 你先去做飯給我跑 我都餓了 啊 行那我給你做飯 等一下啊 哎 快去我要吃紅燒排骨 嗯 哎 哈哈 來 來 多吃點 要我說啊 你應該改改你的那性格了 跟你媽低低頭不吃虧你知道嗎 就你那幾個破資金 你應該改改改你的那性格了 他吃不了多久的 他吃不了多久的 我有李瑞我什麼都不怕 郭月亞我跟你說 愛情和夢想 是不能當飯吃的你知道嗎 哎呀 我這不是還沒不餓死嗎 拉倒吧你 咱也別勸他 你媽就你一個兒子 你們家那些工廠 早晚都得交給你 那時你們還不夠了解我媽 不可能吧 哪有去便宜外人的 哎 我表哥從小在我家長大 他才不是外人呢 而且他從小就能幹 又懂事兒 聽我媽的話 我要是我媽 也把公司交給他 才不會讓我們這樣的人去破海 呦 這聽起來 我媽的這思想還挺前衛的 你看哈 你哥 他走的是職業經理人的路子 他幫你們家賺錢 少吵心多了 我媽幫我哥也當親兒子 哪有什麼大公司的人啊 對 這話在你 你們還別不信 啊 我媽呀 真的有意讓我哥接班她的公司 而且我 出來做新媒體 我媽不給我任何支持也是真的 總之 我不會主動跟我媽低頭的 我一定要幹出一番事業 讓我媽心甘情願地承認 她是看清了我跟李睿 來 乾杯 來 來 靠近點 靠近點啊 來 準備 3 2 1 我媽美不美 美美 那不美啊 美美美美美美 哎 哥我看你以後有了嫂子 還敢不敢這麼說 那舅媽也是我心中最美的 嗯 來來再來一張 3 2 1 3 2 1 哎 哎 姐夫 我真不是故意的 真的是他們在背後說你壞話 我才動的手 他們說的可難聽了 說你糾戰雀巢 胡家虎威 我知道 但是 這個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我上雙 這你姐沒教過你了 姐夫 你能不能不要這麼鬆啊 你都已經是經理了呀 員工該管就得管 怎麼讓他們欺負到你頭上呢 行了行了 我的事你就別管了 你就安心跟著小屋跑業務就行了 跑業務跑業務 他們根本就沒把你的業務放在心上 仗著自己是公司老員工的子女 你不催他們就不動 就算你催了 最後工作全安排在我身上了 你是新來的 你多幹點事情是正常的 那什麼 你沒跟他們說我們的關係吧 在這之前沒有 打完架之後就不知道了 我不是跟你說了嗎 我把你招進場子裡面來 那是不符合規定的 在你沒幹出成績之前先不要表露自己的身份 小屋他們也是靠關係進來的 再說了 我我和姐夫你的關係 你和鄭總的關係 不比他們鐵啊 你一樣 你跟他們不一樣 我跟他們也不一樣 我先不跟你解釋 總是你把你的身份先藏著就行了 就當是對我對你結合 姐夫 咱舅媽 是不是真的沒有讓你接邊的打算啊 如果沒有 你可不能在一棵樹上吊死呀 進場之前 我姐可跟我說了 讓我好好學 以後給你做幫手 別到時候我學會了 不是 你不能丟臉子呀 你想什麼呢 你別聽你姐亂說啊 我是郭家一手帶大的 也是鄭總一手交出來的 什麼接班不接班的 我根本就不在乎 我在乎呀 我姐在乎 我媽更在乎 就算不能接班 股份總該有吧 不是你小子 哎 小回 前天我們發往杭州那裡的貨物 物流出問題了 什麼 王輝 我是不是上週才剛剛提醒你 這物流和發貨時間 一定不能出差錯 鄭總 這物流路上的 一些天氣和路況 那都是一些突發情況 要網絡幹什麼 天氣預報一週以前都可以查到 這點意思都沒有嗎 你當跟班員的時候 也沒有這個意思 鄭總 我當跟班員的時候 是有的 只是這次空氣太緊 我的注意力都放在產品進度上面 所以就沒有跟跟班員 主婦要注意的事下 哦 對了 鄭總 這件事啊 本來就是應該是跟班員的事 不是 那是 你怎麼不跟你說 我怎麼不認識 我怎麼不認識 兩個人跟班員都會出差錯 小吳啊 你都是老員工啊 出貨錢 查天氣預報 你不清楚嗎 我安排了小劉去查了 小劉 你沒出差嗎 你不是还交给我反馈单的吗 我 我天气路段一段一段查起来 太麻烦了 所以我就 那你给我单子 是你自己编的 那上面可是有你的签字 我第一次啊 我不知道 郑总 对不起 是我的疏忽 主要是 小刘是王经理特意推荐过来的 所以我对他太过信任了 谁推荐过来的都 哪个王经理 郑总 是我 是我让小刘试用期跟着小吴的 都是我的错 王辉啊 你让我怎么说你 你看你做经理以来 出了多少错 内部的问题还可以解决 这是好了 货在路上毁了一半 还不知道保险公司的赔付 够不够赔付人家的 郑总 运输险 王经理只让我买了西边险 肯定是不够索赔的 为什么 郑总 因为这次攻击太紧 我们损号都挺大的 所以我就想着 从各个方面 能省一点 这一点 王辉啊 你怎么这么磨慌短血 想家子气啊 你怎么这么磨慌短血 我从小是怎么教育你的 有些是不能解约的 你懂不懂 你 对不起 对不起有用吗 郑总 你先别急 怎么还是先想办法怎么解决问题吧 郑总 你没事吧 没事 周哥 你到车机去安排一下 看这少了半车祸 我们好久可以 小吴 把你手里金手的单子 都拿过来我看一下 好的 郑总 上会 你去上楼子 你去上楼子 你要去上楼子 我来 你去上楼子 你去上楼子 我去上楼子 你们去上楼子 来 好 還有 小劉是怎麼回事 小劉他 他是 你去處理吧 連這種小事都能弄虛作假 這種人還能留嗎 好 我知道了 王輝啊 你這次真的讓我很失望 對不起小媽 你就這麼想把我弟給開了 本來就不是正式員工 那 他認出劉洋來了 那倒沒有 上次見劉洋的時候 還是我倆結婚的時候 那時候他還是個孩子呢 那既然沒認出來 又沒說直接開了 你就給他重新安排一個崗位不就行了 這樣不好 你說說你怎麼這麼沒用啊 啊 你以後再這麼闖禍 以後姐夫就照不住你了 姐夫本來就照不住我 姐夫在他舅媽面前那個怂吧 我都看不下去了 不光這樣 場裡還有不少人在背後說我姐夫的話 我今天在場裡幫姐夫打報無評 結果還被忘了 他們說什麼了 說姐夫是假太子 幫真太子擋槍的 人家說的對呀 小雪 本來就是 別人都這麼說了 你還在做什麼 做繼位的夢呀 你看看 這哪朝哪代的廢太子 有什麼好結果呀 我就沒想過這事兒 你沒想過 這話你騙別人就算了 騙我沒門 你這個舅媽從一開始給你這個暗示 就已經計劃好這一天了 兩手準備 她怎麼也不吃虧 這假兒子也算個兒子呀 我跟你說了 舅媽她不是那樣的人 她把我從小養得大 那就算要這麼做 那我也認了 你認我可不認 她養你又沒養我 我又沒受過她什麼恩惠 我們是一家人哪 對一家人 我們才是一家人 鲁陽 你姐夫這麼慫呢 也不是這一兩天的事兒了 她早就已經習慣被她那個舅媽 當眾地罵了 是吧她姐夫 鲁陽 你關心你姐夫 她心裡邊是明白的 可是以後你記著 一定要更加的謹言慎行 別再給她捅娄子了 進場前我怎麼交代你的 嗯好好學習 給姐夫當幫手 讓她少數錢 嗯 行了 一個我還有事兒沒忙 我先去忙了 哎 你別忘了明天給她安排去工作了 別忘了你怎麼這麼沒用啊 姐夫她舅媽太強勢了 我看都怕更別說姐夫了 不強勢她能有這麼大的企業工廠 不強勢能幫你姐夫管得跟雞仔似的 姐你別說你這個行動還挺貼切的 嗯 劉陽 姐姐安排你進工廠 有姐姐的用意 你記著 以後她要是不讓你管她的事兒 你就別管了 你只好做好自己分內的事情 聽我的指揮 你放心 你姐我呀 什麼時候虧待過你呀 還疼啊 好好的 小灰呀 你是不是怪舅媽對你太嚴密 堅強批評你 沒有 我知道舅媽都是為了我好 我是想你把技術打勞 再接手公司 不要像你弟弟那麼樣 給他這麼好的機會學習 他都不幹 我也是才知道 弟弟沒有去公司上班 他就這麼講 我知道他不喜歡做事業 可是你做新媒體也是開公司 跟我們有什麼大同小異呀 他就是不幹哪 弟弟慢慢會懂的 小灰 舅媽最近 經常有力不從心的感覺 你要做好隨時接舅媽班的準備 舅媽 您別這麼說 我現在能把手裡的活幹好 幫您看好場子 我覺已經很好了 我哪擔得起那麼大責任啊 我是看著你們長大的 你們什麼樣的性格 我清楚得很 小月確實不適合接公司 我把希望都寄託在你身上 舅媽一直往接班人在培養你 可你記住 舅媽教你 不是讓你看好家 更重要的是 帶領我們大家一起往前跑 我有個很重要的單子 明天你去談 我 舅媽我前兩天才剛 舅媽願意給你這個機會 你好好幹 謝謝舅媽 走吧 回去 陪舅媽再走走 你舅媽 真說要讓你接班 對 這也是舅媽第一次正式跟我說 我也沒有想到 你是不是傻呀 啊 他要是真讓你接班 會一直不同意我進場幫你 會一直當著那些員工下屬的面 指責你罵你 舅媽她也是怕我倆在一個地方 因為這些兒女群常當務經歷影響了工作 再說了對我嚴厲那也是我自己一直在出錯 她想我把基础打牢實一點 你這樣說服自己你自己信嗎 那那人家郭月也確實自己創業了呀 那舅媽也覺得她不適合見 那郭月創業創怎麼樣了 挺好的 她那個新媒體公司挺有發展潛質的 所以說嘛 人家親兒子挺優秀挺有潛力的 人家憑什麼讓你接班呀 可是舅媽心口跟我說了 那郭月她自己也不喜歡 不想接班 她這是想穩住你 想讓你現階段繼續為他們家拼命打工 你等過幾年郭月自己想明白了 這個接班人的位子肯定就是他的了 還有你什麼事呀 別這麼想舅媽 那就算是這樣 我也認了我給他們家打工 也算是我 報答這個舅媽的養育之恩 行你認了是吧 咱們走著瞧 等再過幾年郭月自己想明白了 她會放著大老闆不做 自己在外面吃苦受累 到時候等她變得更優秀 你舅媽會讓你做接班人 而不是讓給她 到時候人家就直接踢你出局 還有你什麼事呀 你這次出差人手都是你舅媽安排的 劉陽 你把劉陽帶上吧 她可以照顧你啊 順便幫你擋擋酒什麼的 你想啊 你談這種大單子 需要保持心情不是吧 行 你說的有道理 聽你的 其中的單子都拿下來 我們一個季度的銷售就不愁了 它也是我們打開貴州市場的關鍵 那邊一大片的空白 都懂得看其中的態度 所以說你這次出氣的任務 和擔子有多重 你心裡應該清楚 就怕您放心 這次啊 我一定按您說的辦 我一落地就請這個其中的新星 眼睛裡吃飯再摸摸情況 嗯 能夠鋪墊的我都給你鋪墊好了 你就好好的把剩你的果實 給舅媽捧回來就好 好 你回來以後 我親自下廚給你慶功 舅媽 我想吃您做的番茄炒蛋了 好 我多給你放糖 好 你看你都三十了 也都娶了媳婦了 怎麼每次逢出差 也都像個孩子似的 在您面前啊 我永遠都是個孩子 去去去去 什麼時候學會這麼會說話呢 小朋友跟你說 去貴州啊 自己也要多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 那邊冷 都加點衣服啊 好好照顧自己 這麼大老 也要學會自己照顧自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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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 沒事沒事 你今天累壞了 也沒幫你打多少球 真的不好意思 沒事 我給你倒點水 好 其實我沒喝多少 你明天啊 呃 你記得 聽我聽我指令 咱們一早就過去簽約 哎好好好 你也累壞了 早點回去休息吧 嗯 哎呀 哎姐夫喝水喝水啊 那你也趕緊我去休息吧 行 姐夫你早點休息啊 好 王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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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人都去哪了 電話也打不通 今天下午還約好了 到七總公司談合同呢 呃 你說 王經理是不是自己已經 去見七總了呀 自己去 哎裡面有電話響 王經理 王經理昨天喝的也不多呀 酒都是我擋的 那怎麼辦 呃 要不這樣 我們去前台找人來 開下門看看情況 雖然 雖然最後通過酒店工作人員 打開了客房 但還是叫不醒 昏睡中的王輝 和客戶代表的接洽 也就中斷了 公司的業務受到了極大的打擊 關門 你怎麼給我解釋 怎麼能夠錯過簽約時間 怎麼能夠聽不到電話 連敲門聲也聽不見 你到底喝了多少酒 你心裡沒說嗎 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我沒喝多少 還好你沒喝多少 要不然我要到醫院來看你了 還有 劉揚是怎麼回事 我說之前在場裡面 怎麼見得這麼面熟 是你艾伴進來的 就是 劉揚這段時間 沒什麼事做 所以我岳母就跟我商量 是你岳母還是劉云 是 你和劉云結婚以前 劉云就搞了這麼一出 我當時明確跟你說了 不要劉云他們家參與進來 他們家目的不存 我說的話 你當耳旁風啊 我沒有 王輝啊 自從你當了這個經理以來 你說你做了多少錯事 有些錯事不能犯的呀 舅媽 對不起 我錯了 你又來了 道歉能解決問題嗎 其中那邊我會想辦法去溝通的 別 其中已經認定你沒有契約精神 你去了不是拱火嗎 好了 你先休息一段時間吧 好好調整心態 吸氣這次教訓 那 那其中那邊怎麼處理啊 其中那邊我來想辦法 這個喜酒吧 好了 你回去休息吧 還有 劉揚 劉揚你就說是我開的 要怪就怪我 我 小輝 你真不聽舅媽的話了 我沒有 我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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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你... 你... 我只會做這個啦 你錯合是吧 不過... 明天我就出去买菜做饭 这几天不已蓄你了 这舅妈呀 心真狠了 这事不怪舅妈 这是企业逼人辞退的套路 你不明白吗 先让你回家休息几天 等你回去的时候 就会发现工作已经被人分割完了 然后再晾你一段时间 等你的意识彻底垮了之后 主动辞职 不会的 舅妈只是 只是什么呀 只是 你是不是发现 自己越来越摸不清她的心思了 这就对了 等舅妈彻底意识到 没有你公司照样能运转的时候 别说是接班了 在她心中你就是个废人了 可是我能怎么办 齐总这边合同解决不了 这妈又没开口 我哪还有脸回肠子里啊 你要主动初期去解决呀 把合同初期谈下来 你要向舅妈证明你的能力呀 可是 可是什么可是啊 对了 你认不认识齐总身边的人 严经理 赶紧给他发信息呀 了解一下 齐总这几天的动向和态度 我直接给他打电话吧 打什么电话呀 你想啊 万一人家和齐总在一起 你那是今天还是不见的 算了 我发个消息 后来 行啊 文慧 平时怎么没看出来你这么会说话呀 为什么你对我对舅妈话那么少 我跟你说 有些时候你对我对她说话稍微软一点 红红我们 这事情就会好解决很多 我从小就怕舅妈也怕你 你们都太聪明了能看穿我 我在你们面前解释吧 在你们面前里我总是在找借口 所以我干脆就不解释了 来了来了 老婆你看 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 你真棒 行了 赶紧坐下吃饭吧 刘云太了解她这个被舅妈禁锢在温室长大的丈夫了 懦弱亦亲信 对她示好的人从不怀疑 而下面刘云要做的 就是再推王会一把 让她面临绝境 对被舅妈废除的绝境 来 小王 倒是 我 我现在真喝完了 今天我们必须不追不归啊 来来来 再喝一杯再喝一杯 大王一杯 来 再喝一杯 哎呀 好酒量 好酒量 王经理 好酒量 好酒量 王经理 王经理 这个酒再喝一点 喝一点 我 学学学 我这个喝不了 你别再倒了 你不喝我们那个活动怎么签嘛 后来酒这个活动就可以签了嘛 再喝一个 喝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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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喝嘛 就这一杯了 喝嘛 喝嘛 酒量真的不错 来来来 王弟 你继续喝好 等一个 等一个 今天晚上必须喝好 必须喝好 不醉不归要 这里还剩这么多酒 来来 来来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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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片翻炎 不能喝 是王經理在裡面嗎 啊對就是這間房 姚媽要不咱就別進去了 誰呢幹嗎呀 啊誰呢幹嗎呀 啊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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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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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啊 啊 啊 我給我我給顏經理打電話 您好 您所撥打的電話已關機 我我給李經理打 您好您所撥打的電話已關機 不關機我會 你現在還怎麼解釋 不是就就媽 要不您跟習總打個電話問一問 我問李總是不是在這邊 我昨天真的是跟李經理吃的飯啊 舅媽 他怎麼這樣你要為我做主啊 鄭總 你們平常就是這麼欺負我姐姐的 我算是長見識了 姐姐總我們回家 回家回什麼家呀 我回 你今天必須給我解釋清楚 你給我解釋清楚你電話一個 好嘞 劉陽 扶你姐姐回家 有什麼事兒回家再說 我不回去 你給我個解釋給你 大叔你騙死你 我不走 你別拉我 你不走 別拉我 王輝 最近你也不要來上班了 把家裡的事情處理好以後 就到州府廠長那兒去報到 你得到一線去再鍛鍊一段時間 好好摸摸你的心智 舅媽 別叫我舅媽 既然我的話你不聽 叫舅媽幹什麼 把你手裡的合同單子整理一下 我會安排人跟你交接的 站著幹嘛 還沒偷送東西跟我走 看著眼前狼狽的王輝 證明是又急又氣 但是他隱約想到一個問題 那就是這個事情從頭至尾 都是劉昀姐弟在牽著走 那是不是他們姐弟倆 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王輝是不是真的被冤枉的呢 劉昀這麼害自己的丈夫 有什麼目的呢 我們站在羽翁大人 那是漂亮又聰明 你看這次的計劃 一環扣一環 那扣的是巧妙 又絕了 就你嘴甜 不過呀 還是你配合的好 尤其是你找的那個 冒充李精靈的小兄弟 你說王輝吧 他談業務也這麼多年了 被他唬得一愣一愣的 哈哈哈哈 哎呀 不過呀 再等幾天吧 等看舅媽怎麼處理他 要是把他趕出公司 把股份給他 我就立馬和他離婚 要是他不動手 我就自己把他推出公司 哈哈哈哈 來 郭月 你看啊 這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粉絲才幾萬 現在有快到五十萬了 好 漂亮 來 加油 好 冈舟 周哥 小暉到底在報道沒有 他到底在報道的時候 你幫我安慰一下 就別說是我的意思 就說我還在生氣 哦另外 我找你幫的忙 你又繼續給我查哦 哎好好 好好好再見 可不可以麻煩你 回去勸勸舅媽呀 她都已經好幾天沒禮王輝了 輝哥 我輝哥不是一向都聽我媽的話的嗎 唉 這件事呢 的確是你輝哥的錯 嫂子我也有錯 但是 大家終歸是一家人呀 舅媽已經好幾天不理他了 你輝哥現在一個人在家裡面 整天這樣悶著 不吃不喝的 我擔心他出事 不是 這 這到底怎麼了 唉 這個事情 你還是回去問舅媽吧 唉 我是希望啊 你幫我轉達一下 就說我願意再給你回個一次機會 希望舅媽也能再給她一次機會 知道了 啊如果可以的話 最好能把舅媽約出來 咱們一家人啊 吃個團圓飯 帶上這個啊 嫂子我叫李瑞 哦對對對 帶上李瑞 呃 時間你們決定地方我來定 好吧 了 我覺得嫂子這個人還挺和善的 我也一直覺得他挺和善 可是我媽呀 就是不喜歡他 就像不喜歡我一樣 唉 你別多想 嗯你跟他是不一樣的 我媽呀這個人就是有時候老思想了 他又沒接觸過你 哪知道你多好 那我一定要多回去看看阿姨 是 這次我一定要回去看看他 你說我哥哪敢惹他生氣呀 肯定是我媽對他的要求太過分 我哥又做不到 這才亂罵人 唉 不對呀 我媽以前都是直接罵人的 這次怎麼不理人這麼嚴重 這次回去一定要多勸勸阿姨 最好是 我還約出來我們一起吃個飯 這樣就好 唉 我一定要讓我知道你究竟有多好 到時候給他報個喜 說我們的新媒體賬號 已經寄進我事前二世了 我才不跟他說 我要讓他自己發現 這才是驚喜 走 咱們一家人啊 吃個團圓飯 帶上這個 啊嫂子我叫李瑞 哦對對對 帶上李瑞 嗯 時間你們決定 你趕我來訂 該說的話我都已經說盡了 也願意再給你一次機會 不過 如果舅媽還是不願意原諒你 那我也沒辦法 多謝 但是他現在有一個人 都已經想要去 你那我會想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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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子都已經跟我說過了 是劉雲讓你來當說客的 嫂子說王輝哥也知道錯了 他希望您能給他一次機會 他也願意給他一次機會 他真這麼說 嗯 他還邀請您一起去吃團圓飯 團圓飯 啊還有李睿 嫂子邀請他 我想一想 啊 您不是說王輝哥就是我的親哥嗎 他從小到大這麼聽話 您就不願意再給他一次機會原諒他一回嗎 主要是他最近太反常了 呦 周伯 曉月也在 周哥有事 哦 就是齊總那邊那個嚴經理 打電話到廠子裡來 指明到現在要找王輝 說 說什麼 說王輝打電話到他們公司去 向來詆毀他 說嚴經理利用公權力指揮他 接待私人客戶 打電話那個人呢 還報了出口 所以嚴經理啊 想公對公 通過單位找到王輝 討個說法 說是 如果我們公司今天不給他一個說法的話 他就報警處理 是王輝叫人打的電話嗎 這個不清楚 這會不會是有人故意陷害王輝哥 嗯 不排除這種客戶性 知道他要通過嚴經理打電話的只有王輝 劉雲還有劉楊 不是 這肯定不是輝哥 也不可能是嫂子 不然他叫我們吃什麼團圓飯啊 王輝他沒這麼蠢 跑不了劉家良姐弟 那 這飯還吃不吃了 不吃了 吃什麼亂糟糟的 周哥 你直接給王輝打電話 告訴他 回家處理清楚 處理不好 別回來上班 靖總 這個可怕 就這麼說 去吧 好了 好 還有你 有些錯是不能犯的 我怎麼了 還有你的李銳 李銳又怎麼了 有時間和他家人接觸接觸 你們在一起 不光是你們兩個人的事 我不想他成為第二個劉雲 行了嘛 知道了 那我要先走了啊 好吧回去吧 電話真不是我打的 我那天就聽我姐順嘴提了一句 我又不是閒著沒事 非要給姐夫捅馬瘋窩 我發誓 如果是我打的 天打五雷紅 那會是誰呀 這件事情 就你 我 劉揚 還有就是你舅媽知道 我有一個想法 你說 會不會是你舅媽自己自編自演了一場戲 就是為了讓你離開公司呀 我舅媽不至於為了我費這麼大劫 那會是誰呀 說他誰有這樣的能力 一開始也是他把你推向齊總這條船的 一直以來也是他一步一步推著你再走 那往常啊 舅媽早就應該把你罵得狗血淋頭了 可這一次 他連你電話都不接了 要不他就是心虛了 要麼他就是目的達到了 你都不想理你了 哎呀 不過我也有錯啊 我之前讓郭月去勸他 肯定是讓他覺得郭月長進了 就更不想理你了 哎 你幹嘛呀 老公 別再堅持了 你這樣苦苦撐著有什麼意義啊 既然他想讓你離開 你就算是離開好了 如果舅媽想讓我離開 為什麼不直接跟我說呢 我要是他我也不會跟你直說的 你想啊 按常理說 如果是他讓你離開的 他肯定會拿股份什麼的跟你交換 可是如果是你主動離開的 那情況就不一樣 你不要股份 你憑什麼不要啊 這是他們家欠你的 聽我一句 你現在已經有十年的工作經驗了 你去哪不是能有好發展 就算你不在這家公司工作了 以後你去外面發展好了 不一樣也是你舅媽的幫手嗎 你們以後談合作什麼的 你跟舅媽還有郭月 不都是平起平坐的嗎 舅媽把我以罷了 那又怎麼樣啊 你看看我們這幾年過得怎麼樣 再看看他們一家人過得怎麼樣 你完全可以摸著良心說你不欠他們的了 這麼多年 你為他們家掙的還少嗎 一個人當好幾個人用 我都心疼你 他給你點股份我就是應該的 我可以走 但是我不會主意跟我舅媽他的條件的 那你想過沒有 如果你什麼都不要就這樣走 你不是徹徹底底沦為別人口中逃兵了嗎 你讓那些看你笑話的人怎麼想啊 隨便他們怎麼想吧 反正 我本來就是個體力 老公 我是真的心疼你啊 你說你這麼多年辛辛苦苦為他們家掙的 真的就打算什麼都不要就走 反正周叔也說了 你現在暫時手上沒有什麼工作 你想考慮多久考慮多久的 好啦 風乾談了真是送貨 看了只有咱們自己想辦法 就這樣掛了 好 中文字幕提供 你那查的怎麼樣了 主要查劉揚 對 好 你一個晚上沒睡啊 我想好了 我走 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重新開始 你想通了 那股份什麼的呢 這個等我回來再說好不好 家裡邊一些我留下的文件資料 我整理一下 舅媽不想見我 只有麻煩你幫我轉交了 還有一個武漢老客戶的單子 印象都是先提貨後付款 訂金我已經收了 他的貨我也在陸陸續續的給他趕 你得幫我交接清楚 一會兒我也會理一個單子 你幫我一起交給舅媽 或者周叔也行 行 老婆 你放心 我一定會看出一番樣子 給舅媽看 這些年你跟著我 讓你受苦了 是我不爭氣 等我回來 我等你 我等你 有一個人 是那個人 你可不可以 給你 你 想到我 那是 能不让您失望的时候 我再回来见您 我公众的相关文件 已经交给刘云帮忙转交了 以后 我不会再惹您生气了 我会永远记得 是您把我长大的 谢谢您 您好 刘云所关的电话已关机 这是刘亚带着藏起来的 就这些吗 他带过来的 就只有这些 周哥 那就麻烦你分配一下 郑州 你别着急 小慧是个好孩子 过几天 他想清楚了 一定会回来的 我也知道 他是好孩子 周哥 你说 是不是我把他逼得太紧了 郑州 你说 你拿这些合同有什么用啊 这一次好几分呢 我说你是不是傻呀 来来来 给你看啊 你看这里 全是写的双方交易的条件 咱们要是把这些条件摸清楚了 再降他几个点 这些生意 咱不是手到擒来吗 哎 那照你这么说 这些担子交给我 那不是十来九稳的事啊 那当然 哎 你东西搬完没有 要不回去看看 哎 搬不完以后再说吧 反正他一年半载也回不来 再说 这些合同要争出什么意外 他想回来也回不来 哎呀 我是真没想到 他竟然这么重感情 都到现在了 也没想着去争取点股份 你说我当初是不是傻呀 就非要嫁给他 真瞎了眼 一点都没骨气 我原本想着 事情到了这一步 舅妈就随便拿点股份 打发他得了 结果他不动手 那只好我动手了 好不容易把他推出场子 他又跟我玩什么重感情 想让我竹篮打水一场空 门都没有 他不要动心 我可得要 行 行 宝贝 我支持 打打一声 出什么事了 郑总他们是恶意竞争 故意来捣乱的 这都是刘云派来的 郑总听委居确 咱们还是报警吧 让我想想 看好大门 好 这样 我再让王辉帮助去查一下 看有什么线索没有 去吧去吧去吧 保护郑总 好 其他人呢 跑了 跑了 郑总 怎么样 找到我和那个合同没有 没有 这家是我们藏的老客户了 一直是王辉在接待 从前一开始就在走先发货 后收款的路子了 可这时候我们把货收过去 他们却说我们违约延期收货 不收我们的货了 他们有证据说我们延期吗 有 有 王辉签去盖上的 他们是有的 可我们这边怎么也找不到 因为 有几家老客户 有样学样 凡是没走合同的老客户 连续作废了好几单啊 还有 还有 还有什么 周哥 一起说吧 我撑得住 我们最近 有些钱块 也是收不回来 别说感当了 就连新产品的原料金货 都成问题了 可这新产品 我们都是签了合同的 有多少钱块 没收回来 大概两百万吧 郑重 多多时间去看感情 郑重 你是身体 有问题没有 我没事做吧 不要对人乱提款都的啊 哎郑重 哎哎郑重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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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快 快快快快 快打120 乖乖 乖乖 杜叔 杜叔 哎呀 你们来了 我妈到底怎么了 偏头痛 引起了昏厥 你妈的老毛病啊 现在医生正在跟她处理的 老毛病 我怎么不知道 哎呀 其实呢 也不是什么大病 平时住一休息呢 也就没事的 只不过最近呢 场里烦事多 把你妈给累的 是因为我妈 不是 其实啊 你妈知道你做得不错 还在我面前夸奖你了好几次呢 说是因为你王和哥走了的 慧哥走了 怎么 你还不知道 哎呀 这正中一世 还像年轻时的那个脾气 啥事自己扛着 这时的郭月 才第一次从周叔口中 得知母亲一直以来的压力 也了解到刘云一直以来的所作所为 从而了解到母亲 为什么害怕李锐成为第二个柳云 这时候 他迫切地想要帮助到母亲 去扛一些本就该自己承担的责任了 阿姨你好好休息 谢谢啊 我的建议只有一个报警 先找到刘云嫂子 然后再引出慧哥 交开警察跟法院审理 这样 我们就能知道他们背后 到底有没有黑手 谁才是真正的罪人 我们要让犯了错的人 受到应有的惩罚 那他们两个都有错呢 那就 那就什么那就 你真忍心留王辉哥哥去坐牢吗 一旦立了案 留了案底 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大 你知道吗 那我们厂子损失的钱 还有您平白无声的气 遭到罪 这又怎么算 你说 这事是公事吗 私事 这都算呀 都算 那就是家事 家事本来就是一笔糊涂账 怎么能说得清楚呢 要是我能找出 这件事跟王辉哥没关 是不是就可以报警了 你要是能够证明 你回应哥没问题 那以后你的事 我什么都不管了 您说话算话 算话 阿姨 现在新媒体加上网络 可厉害了 那你们准备怎么办 人肉他们 然后曝光他们的丑事 那不是你们也犯法了 这哪算犯法呀 这 你不是能拍片子吗 拍一些东西作为证据 非要把那个人肉二子 说这么清楚干嘛 这也行 可是我们从哪方面下手呢 刘云那个弟弟刘阳 一向金钱掩开 你可以拿他做突破口啊 还有 我一直让你周叔在调查刘云和刘阳 你可以联系他 他可以配合你 原来妈 您早就看出来他们有猫腻了 还是晚了一步 我没想到刘云这么心狠 让你王辉哥哥受了这么多委屈 还有 曝光的事 也要问问你王辉哥哥 毕竟刘云是他妻子 不要让你王辉哥哥太难过了 另外你记住 王辉哥哥永远是我们一家人 行 妈 我知道了 我能记住 还有 妈想拜托你一件事 您说 我知道你那个新媒体做得不错 影响力也大 我想通过你的账号 传达一个信息 就说我们厂子的损失很大 滞留了很多货物 寻求合作伙伴 妈 您是想给厂子打个广告 嗯 我想通过这个广告 也让你王辉哥哥看见 我真去吧 妈 您是不知道 我现在这个新媒体账号 有多大的影响力 我知道 哎 照顾好咱妈 别闹 哟 还挺默契 啊 哎 谢谢 哎 哎 能不能帮我找几个人 跟拍两组素材 他一向就这样 我知道他的 待会儿找个地方 可以 诶 对 听说 您解住这附近 啊对 就这种 啊 那行 走 喝酒去 就这样 郑敏 在李锐的照顾下 慢慢恢复 所有的事情 都压在了郭月的身上 除此之外 郭月还在周叔的指挥下 接触到了刘洋 搜集到了刘云和李游勇 采取不正当手段 暗中调包郑敏公司 合作对象的犯罪证据 哎 周叔 找到了 哎 他在哪个位置 啊 好好好 我马上就过去 好好 哥 你回来就好 我妈今天出院 你要不要跟我回去看看她 就 就妈住院了 我怎么不知道 我 我问周叔 他也没跟我说啊 就说了单则合同的事 那是我妈故意 让周叔不告诉你了 我妈说了 你知道了合同的事 还能回来 你还是你 以前的你 啊 舅妈还生我的气吗 他人生自己的气 他怪他自己 以前对我们态度有问题 说我们已经长大了 我们需要自由 和尊严 是我对不起舅妈 哎 你回来就好 你都不知道 你能回来 我有多开心 我 这段时间我在场子里面 我都快疯了我喽 哎 我妈呀 把你的办公室留着呢 啊 以后你回来 继续干你的实业 我搞我的新媒体 行 你呀 还是那么调皮 哎 你回来了 你回来了 进来吧 兄妈 小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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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一家人说什么对不起快起来 坐下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你回来我就放心了 孩子 一家人在一起比什么都好 你们俩知道不 小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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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 满 小灰 小灰 乘 我會 我會 你回來了怎麼不告訴我一聲啊 李永友是怎麼回事 你知道多少了 全部 為什麼 你為什麼要怎麼做 我到底做做錯什麼了 王輝 事到如今你還不知道怎麼回事嗎 你難道覺得自己那麼無辜嗎 你有沒有想過你到底做了什麼 才導致我們現在變成這樣 為什麼 那就是因為舅媽嗎 我們的我們吃的我們穿的 我的工作全都是舅媽給的 你還你還要怎麼樣 你呢 你把我們廠子的訂單拿去別的廠座 不僅損害了我們廠的名譽 還損害了我們廠的利益 你你對得起你的良心嗎 良心 王輝你跟我說良心 你的那個舅媽是怎麼對我的 從我們倆談戀愛開始他就看我不順眼 後來結婚了 我想跟著你進場工作他也死活不同意 每年走親朋友他什麼時候出現過 他根本就看不清我看不清我們家人 而你呢 這十年你有幾天在家過 每天就是在那個場裡給他們家賣命 為他們家掙錢 你什麼時候在乎過我 你沒有在乎過我們這個家 我在乎 你在乎個屁 你眼裡只有你舅媽和他們一家人 你該得的他不給你 你也不去爭取那行啊 我幫你爭取 這些都是我們應得的 我有什麼錯 我沒錯 柳雲 你錯了 你錯得太離譜了 我沒想到 你會變成現在這樣 你啊 在我眼中 你還是那個 單純 沒有心機的女人 我 如果 如果再給你一次機會 你願不願意去跟舅媽認個錯啊 跟他認錯 想都別想 我會 事情已經到這個地步 我回不了頭了 柳雲 柳雲還是不肯回頭 王輝知道自己真的應該和她說再見了 在證據面前 柳雲和李有勇 伏法認罪 郭月繼續幹起了自己喜歡的事業 而王輝則在舅媽的提携下 慢慢成長起來 來 下班